这张床就是邓丽君小姐她小时候出生的时候的睡的床 然后这是她的摇篮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大卫的频道 我是大卫 全世界的华人都认识 而且喜欢邓丽君 那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其实邓丽君小姐的出生地是在我们南部云林的乡下 就是我后面的这一个古厕 这里有一个邓丽君出生地的一个小型文化园区 我们赶快进去看看邓丽君出生之后长大的环境长什么样子 走 这边平常不开放 那只有假日跟礼拜六 今天是礼拜六 所以大卫今天特别找了礼拜六这样一个假日来这边拍摄 今年新年的时候有在这边办了一个四军的音乐会 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 邓丽君小姐是我们世界国宝级的职业歌声 1986年荣获美国时代杂志列为世界七大女歌手 那邓丽君小姐 她本名叫邓丽云 1953年到1995年的生命历史里面 在她小时候就是住在这一座的古厝里面 屋子里面都是空空荡荡的 只有剩下一个空屋 我感觉可能平常也很少人知道这个地方 那园区这边平常之前有整理一些看板什么的 看起来也是年久失修 这是介绍这里的糖厂 那很多看板都倒在地上了 那很多看板都倒在地上了 邓丽君出生地文化园区 这一个小小的一个文化园区里面 在云林县是一个很重要的资产 这旁边都种满了花 那些小小的一个文化园区里面 这一厕就是邓丽君小姐她小时候生长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一间古厕 前面这一间是我们刚刚进去的前堂 这个古厕保留得非常完整 而且整理过 像还有一些过年的气氛在 看起来他们这里还是有供奉的 那这一块在假日都是一个开放的园区 所以大家在假日来的时候也是可以 但是到外呼应就来了之后 就是用眼睛看 用镜头捕捉就好 千万不要去碰出任何属于吃人的东西 这房间我们在乡下就是俗称古厅就是在这边间 他们的厢房可能都还有人住 关起来 这厢房里面有人 在我后面这一树就是邓丽君小姐的出生地 那我们刚刚进去参观了一下 在她的镇堂还有左右两边的厢房都还有人在住的一个痕迹 那虽然这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园区 通常右边这一边就是厨房 那我现在看到了邓丽君小姐她出生时候的房间 大家有没有看到 邓丽君小姐就是出生在这一个房间 这一个人形板 这可能是邓小姐她生前穿过的 1953年1月29号 她在这一个叫田阳村张家和苑这一边出生 这里有她当初的一个出生的户籍资料 邓丽云就是邓丽君小姐的本名 1959年的时候 邓爸爸就决定搬到台北去了 所以邓丽君小姐其实她小时候也是 在这边生长了大概五六岁 然后都会讲闽南语的 这是邓丽君小姐小时候的照片 我估计这位应该是邓丽君小姐 我估计这位应该是邓丽君小姐 这一张床会不会就是邓丽君小姐她小时候 出生的时候的睡的床 然后这是她的摇篮 所以这一边的户籍资料 是属于云林县包中乡天阳村九龄三十六号 这边是他们的后园 这边是他们的后园 所以应该现在都还有他们的族人在住 这是一个咖啡馆 今天好像没有营业 每天都不开玩 每天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吗 正常它是 好像是礼拜一到礼拜天都有 都有人在这边 最近就疫情这个全部封管 你们这边都还有人住吗 两边都还有 所以是你们私人的地方 谢谢你 刚刚有住在这一边的一位大哥 我有稍微访问到他 他说目前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连假日暂时也都不开放 那什么时候还会开放 可能会再等那个政府做公布 但是他们自己私人的空间 这样子看都没有关系 那大家来的话可能就是 用眼睛看就好 不要去触碰人家私人的空间 这一块地方是非常小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山河院的古厕 然后有前面一个前堂这样子而已 来这边就是一个怀思谷之幽情 看看小时候邓丽君小姐 她成长了五六 五六岁的一个地方 长什么样子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一边 喜欢DavidG订阅大卫G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 小铃铛一定要打开 这样才能收得到大卫星片上传的通知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